近期在荷文田都有幾個新的樓盤 繼上次我們看過的One荷文田之後 今集我們再看看在他旁邊的一個新樓盤 浩田 浩田有9座屬於荷文田區近期一個大型的新樓盤 單位有近1400個 每座大廈大約樓高21-23層 根據網上資料所說 預計要2017年的年尾就會入口 他在常盛街的28號 他和我上一集分析過另一個新樓盤 One荷文田只是一階之間 隔了的就是這條常庫街 這條常庫街是一條雙線上落的斜路 但這條路不可以直接把車樓 引到屋苑的正門那邊 因為它的正門是開在石谷街那邊 那些車需要由常庫街 轉到石谷街那邊才可以去到大門的位置 有研究香港風水的朋友都會知道 九龍半島有9條龍脈 其中九龍塘的北架山 是屬於九龍半島其中一條重要的龍脈 這條龍脈一直有北架山向南伸延 逃經荷文田再到尖沙咀 所以荷文田區算是屬於於龍脈地段之上 一般來說龍脈地段上較為黃仁丁 又或者比較聚人氣 至於浩田來說 雖然它在區裡屬於較高地理位置上 但它整個屋苑的背部 都還有一個荷文田配水庫的山坡做了的靠山 所以整體屋苑都是以受山氣為主 也就是受龍氣更加明顯和更加強 如果以屋苑的大門做主要的納氣位的話 得卓成的屋苑是坐東南向西物 是屬於上山下水的線道 在這個線道來說不算是一個好的座向 因為風水素理想的財星和人丁星不算配合 要平衡和補救的話 除非正門這邊可以見到較高的建築物 另外背部反而要見到水 尤其是真水或者洞水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風水上 稱為稻騎龍的格格 變相可以做一個補救和平衡的工客 不知道浩田起的時候 馬展商有沒有參考過風水的開店來設計? 大家現在看到 這個屋苑在設計上 背後的位置 也就是來源那邊 有一個室外的泳池 這個泳池不只可以幫第六至第十座 營造成一個名堂之外 而且這個見到真水的泳池 設計上也有座做一個 剛才我說的稻騎龍報告 補救上山下水的問題 另外說到屋苑正門這邊 也就是石鼓街這邊 這邊大家可以見到 有河文田村這座景文樓 和旁邊這間小學 剛好他們都在浩田前面 這件事又間接做了剛才所說的 門前適合見到有較高的建築物 用來平衡上山下水線道的不足 不過雖然是這樣說 看著這邊的單位 某程度上 又是被這座景文樓遮住的部分的景觀 所以說有得也有失能 其實浩田和我在之前另一集分析過的 Oud hunting 他們各有他們的優點和缺點 Oud hunting 整體人丁運 較偏 裁運為之強 我最喜歡包括屋苑有一條常庫街 能做到一支飲管的功效 將下面佛江家的車樓 從下而上 進入屋苑背後的位置 也只是説我們所說的 提供 scanned到 Ro Stageρέter 至於浩田來說 缺點在於屋卷大門的座向線道不太好 但由於聖在多座數 各自都有不同的座向 而且屬於較高的地段上 所以景觀開揚一點 和立的氣都較為充足一點 就是這一點 對於將來的住戶入伙之後 在室內風水佈局上 可以有更大的彈性